面帶笑容 賣力演出合唱團演唱道地歌曲 在玉山銀行創辦30週年之際 為畫家畫玉山活動揭開序幕 真話活動首度新增國際組 增到355件畫作 總共來自五大洲2202個參賽者 有的把玉山藏在寶箱中 或是用顏料呈現立體玉山融入畫中 除了學生 社會和國際三個組別 國際畫家也受邀參展 頒獎典禮上還有來自不同國家的獲獎畫家 為真話活動增添不少風采 我們所聘請的11位 包括海外的知名的這些教授跟繪畫者 對這一次的評價都非常非常的高 那尤其是國外的藝術的評審 他們也覺得台灣充滿了豐沛的能量 有這麼多超過2200件的畫作 可以在一個畫展裡面來參加競賽 他們覺得這在國際上都是很少見的 國內少數真話活動能超過2000件海內外加作 得獎作品也將在北中南全國巡迴 12月6號盛大展開 就是要讓更多人感受玉山之美 民視新聞一位鄉章亭祥 台北報導 傳遞藝術還有關懷的精神 金控公司今年第三度舉辦繪畫比賽 一共有超過2000件的作品參賽 其中有355件都設來自國外的作品 而這一次的參賽主題聚焦在台灣的自然景觀 跟生態多樣性 希望透過藝術讓大家更珍惜 豐富的自然資源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12月3號6點鐘 早安新新聞 我是黃家瑋 新聞一開始來看到銀行成立了30周年 舉辦了畫家畫玉山的活動及巡迴展 透過了各國畫家動人筆觸要彩繪珠玉山之美 這次所舉辦的畫山畫玉家 也吸引了超過2000多件的海內外作品參賽 除了社會跟學生也新增了國際組 總共有300多件72國的作品 透過了多元繪畫技法要傳遞玉山之美 得獎的海內外作品以及知名的畫作 也將巡迴展出 企業銀行 重視藝術也培育創作人才 所以第三度舉辦了這個畫家畫玉山的活動 吸引超過2000件的作品都來參賽 那麼就在2號收盛大頒獎 今年還新增了國際組 72國的藝術家一起交流 希望能夠透過動人的筆觸 一同來傳遞玉山之美 銀行董事長與創辦人及評審老師 親自頒發獎座恭喜得獎者 他們筆下的玉山創作 從2202件作品當中脫穎而出 站上舞台接受眾人掌聲 27位獲獎者 不只社會人士及學生 還有外籍藝術家 銀行歡慶30週年 擴大規模舉辦畫家畫玉山活動 今年特別增設國際組 針見作品來自全球72國 創作交流分享台灣玉山之美 我們也邀請了台灣的知名畫家 還有國際的知名畫家 他們共同來畫玉山 我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美麗 台灣如果要更美好 除了經濟的發展更好之外 我們在增善美 在藝術 在人文 在音樂 整體的這些活動 我們應該可以更多 企業長期推廣藝術 也為培育創作人才盡心力 畫家畫玉山分享幸福 傳播愛 得獎作品將於北中南巡迴展出 讓更多人欣賞美麗畫作 同時傳遞熱愛 土地精神 東森新聞 王振宇 廖靖 在台北報導 一幅幅 顏色鮮豔的得獎作品 展示在牆上 這是銀行業者舉辦的畫玉山競賽 集結海內外及青年學子們熱情參與 參賽者們透過動人的筆觸 充分展現及傳遞玉山之美 今年是第三度舉辦活動 由11位藝術專家及學者評選 首獎更可獲得100萬元的獎金 業者表示希望透過支持各項藝文活動 鼓勵藝術創作者們持續創作 讓世界都能看見台灣的美 年紀人數不足 而是一年的新年紀人數不足 對新年紀人數不足 公正最高的新年紀人數不足